各位新浪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主流逻辑栏目,现在是2022年1月18号,今天上午已经收盘了各大指数终于出现了一个分化,主板方向上涨,中小创新,双创方向出现了一个调整,这就表明我们从上周开始一直告诉大家市场的一个内在逻辑,正在不断的验证,今天上午上升指数涨了0.94%,收在3575点附近,就看今天下午能否收复 3600点,而今天0涨的方向终于切换至了在上周持续下跌的主板方向上证50和护生300方向,我们在近两天的逻辑逻辑告诉大家,从整个金融衍生品的角度考虑,我也得告诉大家,接下来上证50和护生300这两个方向,他们要迎来上涨了,因为这里面有期权的因素,反正我每一次每一个月讲这个方向都是兑现的啊,很多人可能 可能听不懂,没有关系,但是你只要记住我讲的这跟金融衍生品相关即可,那么今天护生300和上证50都是上涨超过了1%,接下来就得看上证50重新站回到这一个箱体的上轨线上方 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内在逻辑,老粉丝听进去的人都懂,那么很多新粉丝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来回顾一下实战直播的发布 其实我在各大平台也都是有发布的,只不过在没有验证的时候,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或者说是骂骂咧咧的,为什么? 因为绝大多数投资者他只能看到眼前看到的东西,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东西看不见,也不认可,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认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在实战直播,包括各大平台说到的东西 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事成相识,估值越低越有价值的越杀跌,高估值的热点反而猛涨 我们强调了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事成相识是和2021年1月份相识,也就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 A股高位的抱团品种越涨越凶,带动大盘指数一路上涨突破3700点 而绝大多数散户手中持有的中小盘股,无论估值多低,价值多好,一片沙爹,哀哄变眼 这就是A股的大套路啊 此时感觉就是,唯有大俄美的抱团才是信仰,而中小盘地位股跌至怀疑人生 很多的散户终于冷受不了内心的煎熬,纷封,割漏手中的一些中小盘的地位股 追涨高位抱团,口中还嘟喃着,终于下定决心把下跌的垃圾给割掉了 买进了大俄美的抱团,看到抱团在涨,还摆出了微致的胜利姿态 结果呢,春节后抱团频道长冷沙爹,而中小盘地位股开始大幅度崛起 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回到了今年1月份,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开年以来市场连续沙爹两周啊 这个沙爹,首先是宁王带动的高景季度新能源沙爹 然后是在上周的时候,主板低位蓝筹反响中字头大金龙都在补跌 越是低估值,越是没有涨过的品种,显得越垃圾 越是高位高估值的热点题材涨得越凶猛 是不是手法卢出一辙 商户又再次冷受不了内心的经验 开始神操作,割漏主板低位蓝筹去追涨高位题材 然后大呼一口气对去南说 终于割掉你个大垃圾,终于割掉你个中字头的大垃圾 买入了医药题材等等 妥妥的20厘米,没毛病 这个20厘米最终能不能进入到你的口袋 这是未知数 我一直告诉大家,做短线它是最难的 绝大多数人在短线当中挣的钱 都是会以最快的速度还给市场的 那么今天市场的这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医疗中药板块方向出现了大跌 还有包括近期的养殖板块 我们也多次强调 这个养殖板块的上涨啊 就比如说猪肉价格一直没有起来 生猪主连的商品期货都还是在调整的 但是猪肉价格涨得很高 昨天晚上我还讲到啊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 当然很多人讲这是炒作预期 一个是炒作未来没有发生的 一个是目前业绩非常好的 你反而杀跌 未来没有发生的东西 你反而涨 这其实就是不正常的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套路的模型 然后我们在早盘十点多的时候 我们发出了 一方面是这一些近期大涨的热点题材 纷纷杀跌 但是上周开始出现补跌的中字头 蓝筹却出现了上涨 胶件涨5% 电件涨3% 但是到目前的话都已经是涨停板了 包括今天券三也已经崛起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十点三十五说了 题材又多之际主力 暗度承担低息 低位蓝筹效果开始出现 所以说我们讲上周 A股指数继续杀跌 尤其是主板低位蓝筹方向 中字头银行补跌 题材方向 新冠检测中要方向涌现 涨停潮 面对如此诡异的现象 主力逻辑是再度坚持 自己的核心观点的 我已经看到了 在上周五之后 那么这一些 不管是新粉老粉也好 开始骂骂咧咧的增加了 这就表明大家的心态已经开始崩溃了 但是没有关系 主力逻辑必然是坚定自己的观点的 要不然做这个分析 变成一个墙头草 涨了说涨跌了说跌还有什么意义啊 那不就是完全银河散户的心态 银河散户的心态在这个市场当中 最终怎么能够战胜市场呢 或者说最终怎么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 攫取一定的利润呢 所以我当时强调的核心观点是 市场又多散户追涨高位题材 而主力机构逢低吸筹主板低位蓝筹 我昨天晚上讲到一个观点 我说高位题材活跃 是否意味着A股接下来会有一个小牛的行情 这个小牛的行情主要在哪里 我们讲的是主要来自于主板低位蓝筹 因为每一次券商中指头出现一个主声浪的行情 市场都会来个小牛行情 比如说在2020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是如此的 很多人他就理解错了 他说老师你近期一直不是说 是目前诱导散户去追涨高位题材吗 要坚持这一个低位的主板蓝筹 为什么昨天晚上又讲 这一个高景气度的是热点题材呢 我说你错了 我不是讲高景气度是热点题材 是高活跃度 高活跃度有万次级产外资金进产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有万次级很多不坚定的散户 把手中主板低位蓝筹的筹码给割掉 然后带血的筹码交给主力机构 那这样子主力机构吸筹足够了 时间和空间差不多了 那么他就会开始拉伸主板低位蓝筹 从而形成一波小牛的行情 小牛的行情目前还没有出现 但是你们记住了 主力逻辑 阴眼逻辑在昨天晚上已经把这个观点提出来了 接下来就看春节后能否出现这一个小牛的行情 那么春节前后 春节前我们强调了 接下来市场大概率是以一个反弹为主的 因为我们也讲过了 春节前大概率市场是要反弹的 这从金融衍生品的角度也是这么看的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面 主力手法如出一折 2021年上演的跟现在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么我们讲看清A股的趋势 财富第三部曲是必经之路 坚定主板低位篮筹方向 尤其是一直以来滞涨的券商中指头方向 比拼 炒股比拼的绝对不是短线追涨的能力 短线追涨的能力 这都是一些刚刚入市的散户 最容易做的事情 出声牛都不怕乎 我们都这么过来的 我刚开始炒股票的时候 在200几年的日子也是这样的 谁涨得好我就追谁 但是那几年的话是不可能挣钱的 而是应对股市波动的耐力 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预判力 短线可见的涨跌是最简单的 因为每天我们都能看得见吗 也是最套能的 不认可这句话的人 可以反复的交易 你们慢慢的就会了解的 而未来不可见的趋势 才考验每个投资者的认知和预判能力 这就是为何金字塔 金融金字塔顶端的 都是对宏观趋势把握到位的人 而底层投资者都是一些喜欢抱怨 喜欢追涨杀跌的韭菜散户 如何让自己摆脱韭菜散户的身份 就得从趋势下手 然后保持耐力 坚持内在价值方向 并且拥抱趋势与时间做朋友 大道理一说 很多人都能听懂 能够 犹豫中坚持的 只有1% 而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 更是万中友谊就已经不错了 炒股貌似简单 却由于他的对手是自己的内心 很多人不要搞错了 炒股的对手绝对不是这个市场本身 而是你自己的内心 也就演变成世间最难的事情 不战胜自己内心的弱点 最终都是猪篮打水一场空 无论你在短线交易当中赚了多少的钱 只要你还在这个市场当中 最终你的钱都会还给他 因为短线交易 它是最变换莫测 就比如这个阶段题材涨得好 那么你形成了这种 追涮他的方式的时候 一旦题材开始杀掉别头 今天杀掉的时候 你能否及时撤离 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的 所以我讲最后坚持下我们的观点 在A股2021年一整年的反复震荡折磨 以及2020年开年的砸盘后 应坚持内在价值 希望内在价值主生啊 来临之际你依然在场 股市中有一句话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一直在场 我讲的这个市场当中 动辄就是这个空仓什么之类的 在这个市场当中能否真正 获得较好的财富呢 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真正是能够更好的去崛起利润的 就是在大行情没有来临之前 我讲的是大行情没有来临之前啊 能够坚持在场的人 因为你只有坚持在场 当时来机会的时候 你是第一个能把握住的 那么如果说大机会出现之后的话 那么该空仓空仓 那是无所谓的啊 所以说我讲了 能听懂得打666 觉得自己任何观点打999 觉得自己是知行合一的投资者 打888 这就是我们对于今天上午市场的一个变化 其实该解读的东西我们上周都已经讲过 只不过目前市场的话 开始一步步的 像我们所讲的这个方向进行演变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一个行情呢 我们还是那个观点 以稳健为主 那么就以主板低位蓝筹为主 那么春节前的行情 我们拭目以待 春节后市场能否出现小牛行情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更多更详细的内容 就等今天下午和晚上的这一个乐点解析栏目 以及我们的投资策略课 还有一个点告诉大家 近期啊各大平台可能审核趋炎了 很多东西我们也不能说的太直白 如果有时候你发现我们的这个视频不见了 那么这就是可能是被屏蔽的啊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